远离城市的古岛沙滩上 两个腹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模特正在拍摄个人写真 各种妩媚妖娆风姿绰约的表情和动作 聊得摄影老实都晕头转向 男人忍不住要好好招待美女一番 随即拿出岛上珍藏的炮酒 说是可以美容养颜颜一瘦 可几杯酒下肚 美女们却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随即便晕了过去 等他们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 摄影是一改往日的和善 面目猙獰的说到你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猎物 这是一座古岛也是一座狩猎场 说完 便拉着其中一个模特走进了小房间 就在五个小时前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驶来一艘游轮 目的地是人际罕见的青坡岛 这里号称寂静的天堂 退役军人阿伟为了摆脱警察追捕 准备前往古岛躲上一阵 原来在几天前 阿伟的妹妹背车撞死 赵石司机却让着自己家有钱有事 买通检察官帮自己脱了嘴 为了替妹妹报仇 阿伟将赵石司机抓起来 逼她对着摄像机说出了自己的罪行 然后又刀出绳子将赵石司机活活勒死 阿伟预定了岛上唯一的一家民宿 可刚放下手机 一旁的两个大美女金姐和小花 便主动上前要阿伟帮忙拍照 阿伟看了看周围 这才发现整艘船上只有他们三人 而金姐和小花上岛的原因也没那么单纯 两人受到有钱人的召唤 准备前往小岛拍摄个人写真 不久后邮轮靠岸 阿伟拿着行李赶往民宿 金姐和小花则有专人来接 对方自称是有钱人吴会长的手下小白和胖子 两人一见到美女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金姐有些诧异忙问吴会长在哪 小白一听急忙解释 表示吴会长临时有事去了首尔明天就回来 我们可以先行拍摄 就这样他们没有过多怀疑 换好泳装便来到沙滩拍摄 另一边阿伟来到民宿见到了这里老板大胡子 一见面就看到对方蹲在地上清理一滩血迹 阿伟被吓了一跳 可大胡子却一脸和善地说 不用怕 这都是野猪的血 他们经常破坏农作物没办法 他只能解决他们 大胡子带着阿宇前往御顶房间 收拾完东西阿伟便出门跑步 呼吸一下岛上的新鲜空气 无意间他来到沙滩附近 看到小白和胖子正在窃窃私语 他都听到两人在讨论什么狩猎游戏 现在就等老大侠命令 阿伟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劲 这个岛上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当天下午小白就组织大家一起吃饭 没想到几杯酒下肚 阿伟等人全部晕了过去 等到发现时已经被人绑了起来 不久 小白和胖子一脸欢笑地走进来 并告诉三人他们现在已经是猎物了 一听这话小华懵了 京姐相对淡定一些 他大声怒斥小白 吴会长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小白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吴会长的手下 小白让胖子看住三人自己回屋收拾工具 小白前脚刚走大胖就四星大起 准备对小华霸王硬上空 京姐见状主动发声 表示这种是他更在心 一听这话胖子顿时来了兴趣 直接拽着京姐进入了小房间 可京姐并没有束手就擒 趁机摸到一块砖头狠狠砸向胖子 然而京姐还是力气太小 并没有对胖子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关键时刻挣脱束缚的阿伟赶来一棍子打晕了胖子 随后便带着两人拼命往外逃跑 小白发现这一情况 赶紧举着武器追来 三人一路狂奔 刚好在半路上遇到了开车归来的大胡子 三人原以为能救子得救 不曾想 大胡子和小白竟然是一伙的 而且他就是两人口中的老大 就这样 还没逃出的三人又被打晕抓了回去 醒来以后 他们面前又多了三个人 吴会长和他的合伙人 一员以及一员的助理 一员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试图吓唬大胡子 大胡子二话不说 对着一员的嘴就是一顿猛锤 这座小岛上我才是真正的王 我叫你闭嘴就闭嘴 接下来 他要玩一个猎人和猎物的游戏 他们要么成为猎人要么成为业务 自己选择 只有猎人才配活下来 说完 大胡子便扔出一个头子让几人比大小 吴会长率先站出来 服然表示他有钱 可以给大胡子很多钱 能不能不玩这个游戏 大胡子见有人又在逼逼赖赖 一气之下直接割断了吴会长的舌头 在场所有人全都蒙了开始乖乖扔头子 一轮过后吴会长的点数最低 大胡子把刀递个精姐让他杀死吴会长 以证明自己能成为业人 精姐很害怕却也没有别的办法 他颤颤微微举刀刺了吴会长一刀 大胡子让他多次几下 精姐却吓得把刀扔在地上 就在这时一旁的阿伟赶紧剪刀 冲着吴会长刺了一刀又一刀 阿伟本来就杀过人 现在为了活命做人什么样的举动都能理解 吴会长一死 第二轮游戏又轮到了一员身上 为了活命助理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拿刀捅向了一员 随后又趁机举刀扑向大胡子 却不想被对方反手夺刀 最终死在了乱刀之下 游戏进行到这里 大胡子觉得今天够刺激烂 剩下的人明天继续 最后只能留下一人跟随自己成为真正的猎人 随后 大胡子和小白拉着尸体出去处理掉 只留下看起来傻不拉起的胖子看住三人 阿伟看出胖子软弱的性格便主动出言嘲讽 胖子听完恼羞成怒一脚踹到阿伟 接着举起斧斗准备弄死他 可他不是阿伟的对手 阿伟顺势捡起地上的螺丝刀 用刀筒伤胖子并打晕了他 在刚才的战斗中阿伟受了点轻伤 避免连累到荆姐和小花他让两人先跑 另一边大胡子排醒了被打晕的胖子 了解完事情经过 立马带着两人换上装备 准备来一场真正的狩猎游戏 荆姐和小花因为对地形不熟悉 很快就被胖子撞见 他一剑就射中小花的肩膀 关键时刻 荆姐果断放弃小花自己跑了 就在胖子要对小花动手之时 阿伟却突然在远处出现 胖子果断去追 一边跑一边拿着弩剑射击 追到悬崖边 胖子赶紧掏出弩剑射向阿伟 但阿伟一个侧身却躲开了 更无奈的是这也是胖子最后一支剑 阿伟连忙扑倒胖子 顺势和对方扭打在一起 然后凭借超强的实战经验 成功干掉了胖子 随后他摸走胖子身上的对讲机和斧头 与荆姐成功会合 荆姐想要回去救人 阿伟表示不光要救人 还得让大胡子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阿伟带着荆姐出门 却不想此时小白杀了过来 一见射穿荆姐的小腿不说 还迫使两人退回了房间 眼看自己无法逃脱荆姐 让阿伟放弃自己逃走 可这哪是一个男人能做出的事 更何况受伤的还是个如花似玉的模特 阿伟左吐右闪躲过小白的射击 然后一边跑一边嘲讽小白的技术欠佳 想着用干掉胖子的方法干掉小白 可小白还有点脑子 没有一通乱射 并把阿伟逼倒在了草地上 关键时刻 阿伟扔出斧头打掉了小白手中的弓武 两人顺势扭打在一起 徒手搏斗小白根本不是阿伟的对手 没走几招就被阿伟夺剑刺中 还没到阿伟喘口气 就听到远处传来荆姐的惨叫声 阿伟急忙赶了过去 看到大胡子正挟持着荆姐和小花 得知两个手下都死了 大胡子顿时怒不可遏 一气之下杀死了小花 然后迅速提刀向阿伟冲了过去 大胡子出刀迅速手法狠啊 阿伟只能边打边队寻找她的动作弱点 紧要关头 阿伟摸到地上的短刀 狠狠向大胡子扎了一刀 便成功将其反杀 看着小花的尸体荆姐后悔了 不停地向小花道歉说自己不该带她来 原来荆姐是吴会长的甘女儿 两人早已进行过多次不正当交易 这次带小花了 其实并不是为了拍摄 而是为了钱 要和吴会长以及一元情色交易 而在荆姐事先并没有告知小花真相 她以为小花会同意的 听到这里阿伟眼神突然一变 她认为荆姐同样有罪 和大胡子他们没什么两样 然后转身举刀看向了荆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